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踏入5月份的集房正正是春天 通常下午会热一点,平均气温20度左右 一到晚上会冬回,大概8度左右 所以一定要带件外套 我们上集提过,我们会在集房住5天 然后租车还渡游两个星期 我们在网上预先三个月前 我已经设定了一辆车 今天我们就去拿车 我们就是在这间日本租车公司 叫做Budget那里设车 平均一日大概要290港元左右 其实在网上设车都很简单 首先你要上了这个网站 然后选你要租车的城市和拿车的地点 接着就要选取拿车的日期和时间 在这里我有一点建议给大家 最好你租车的地点和还车的地点都相同 如果不是,就会收贵一点 选择日子时间和拿车地点之后 就是选择车了 选择车总之后 你看看需不需要自己买一些额外的设备和额外的保险 到最后填写一些你个人的资料 你的名字和你的割籍 最重要就是填清楚你的电邮地址 电话号码那里我也是填写英国的电话号码就可以了 当你确认了所有资料之后 不用一会你就会收到一个电邮了 打开电邮之后 你就会看到你有个预约号码和拿车的地点 而总收费你也会在电邮里找到 其实我在网上都找过好几间不同的日本租车公司 为什么我会找这一间呢? 最主要的原因 它的价钱是最便宜 以及不用预先缴费 还有一个我要提提大家 如果你是想着自家邮的 最好就是预先找定你要去的目的地的电话号码 或者是Mac Code 如果是手机版 我建议大家用这个APP去找Mac Code 如果我喜欢预先做定功课 那我就会用电脑上这个网页 其实也很简单 首先你去Google Mac 找了你要去的目的地 然后在地址上按一按Copy 然后回到日本Mac Code的网址 把地址贴上去左上角这个空位 按了Enter之后 你就会发现左下角这个地方 就会出现了一个Mac Code 除了输入电话号码之外 因为有时我都会用下这个Mac Code 好了 拿到车之后 我们就由宅房出发 第一个目的地就是鱼市町 由宅房出发 Google Mac 告诉我 大概是1小时04分左右 我们已经到进入月仕丁了 还有五分钟到 我们在集房市 拿了个半小时有多少少 到了 到了 我们过前面的鞭匙 对 如果转了 是 就是这间了 终于 就是這間食海膽飯的專門店 終於來到,我們要食海膽飯 進去,你見到店舖不是很大 我們一場來到,當然是食第一碗海膽飯 另外,可以省叫加些食物 例如你喜歡三種魚山,炮丹蝦,魚子 又可以另外加 鮑魚也有 待會要看真相,這個是圖 又叫了這個,因為我要食魚子 我就叫這個 海膽飯年稅要7150英 海鮮飯要3850英 它應該有不同種類的海膽 還有,一半是燒過給你的 這些就沒有燒過 有一個蟹的麵豉湯 另外叫了一個海鮮的多額 有我也是很喜歡吃的 這個魚子、蝦 很喜歡的生物魚 又是一塊蟹湯 我們快點吃吧 Igatakimasu 還有一件事 它有兩種飯給你選的 你可以選手絲飯 還有一個平常的 很奶油 好像一點聲音都沒有 是很奶油 是很奶油 就是這個 試一下這個 鮮過的 有什麼不同 鮮過的 多了少少的 泡酥味 分別不大 但最主要是 海膽的質感 這個魚子 一向都是我的自愛 但有些人可能怕聲音 那我就不怕 魚油味就不再說了 你吃到那些粒粒 都是新鮮的 因為如果沒有那麼新鮮的 那些 魚子的粒粒 表皮 是沒有那麼軟身 沒有那麼滑 沒有那麼薄皮 很軟身 三文魚 其實三文魚 對於我來說 我不是特別的 當然 三文魚 沒有那麼特別 三文魚 沒有那麼特別 三文魚 還有一個甜蝦 嗯 我很喜歡他們的生蝦 我這個小小隻 它是很甜的 蝦都很好吃 好甜 好滑 好柔軟 那又可以用紫菜 用紫菜包著它來吃 變成像手捲一樣 但是沒什麼驚訝 不用加醬油 加一點芥末已經很好 很好吃 我猜不到蟹湯 我以為它只是麵豉湯 對 原來都很重蟹味 很重蟹味 對 蟹湯很重蟹味 湯又很濃 我想它會放很多蟹 一喝下去 全部都是蟹味 全部都是蟹味 我們還追加了這一碟大拖羅 如果大家有興趣試試海膽飯 不用一定來到魚市町 其實北海道的小樽和鹹館 都有它們的分店 我們吃飽飽之後 我開車去那個叫中井龍園 開20分鐘左右 我們路徑這裡 全部這些棚都是種蟹籽的 我以為是公仔 好像不動 以為是假的 是羊 好像假的 覺得它們不動 這樣 我們早了來 應該 5月中人家都還沒得 所以是沒得窄的 其實我來之前 已經上去網頁看過 當時還未更新 而Google Mac 告訴我 只開星期日 所以也試一下 過來看看有沒有開 如果你現在上去的網頁去看 你就會見到更新了 不過只是開6月至10月而已 我們剛才去中井那個 它什麼都沒有開 然後我們打算離開 沿途也有幾個果然 我們發現這裡有東西賣 我打算進去買一枝果 蘋果 蘋果 提子 這隻是提子 提子貴一點 提子貴一點 一千八百 提子貴一點 但我應該是買提子的 我會買 好了 買完果汁之後 我們就離開魚屎丁的果園 開車去二世古 我們今晚會在二世古住一晚 由魚屎丁開去二世古 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好了 我們到了二世古這間酒店 終於來到我們開始這個 自隔遊的第一間酒店 通常二世古 就有些人滑雪來的 因為適逢我們想夏天來的 挺好的 這間酒店不錯 最好笑的是 我們在Reception 做Check-in的時候 遇到一個男生 英文很好 大家說的時候 我的心就覺得 他像泰國人 他幫我們拿行李的時候 我就問他 你是什麼人 他原來真的是泰國人 他從Bankwara過來的 又很有親切感 好了 看看洗手間 這是洗澡的地方 日本很流行 廁所是獨立的 也不錯 這裡也不錯 我們也是住一晚而已 我覺得是挺划算的 我是充滿阿高達訂 一萬三千多日子 包早餐 還有還有沐浴稅 因為日本很流行沐浴稅 你看多大 你看 還有一個Pantry 你可以買東西回來煮也可以 有一個很大的雪櫃 還有一個開放式的露台 看出去的風景都不錯 我覺得二世古這間酒店 其實挺不錯 它的東西都挺齊備的 你看看 有些筷子 所以如果你住幾天 就在這裡刮雪那些 就很方便了 那些風什麼都有的 因為我現在走過來 我們其實就路過而已 所以就訂了一萬隻 有刀 你看看 有個雪櫃 好像在家裡的雪櫃那麼大 不是開玩笑 日本那個環保分類 真的很厲害 你看看 連住酒店都這樣 給了四個箱 大家明白的 是不是 有這個微波爐 最好就是什麼 它竟然有了那些Capsule機 給你用 給你兩個Capsule 有些綠茶 我覺得也算是這樣的 它不貴嘛 最緊要 不過真的基於是因為夏天 剛剛開始夏天 所以才比較便宜 這些才是提子汁 哇 我倒出來的 聞它 不知道以為是紅酒 那樣 哇 真是棒 提子汁 今天晚餐 簡簡單單 去了附近的71 買了一些杯麵 和腸仔回來吃就算了 第二天 早上一早 我們在酒店吃完早餐 之後就駕車到鹹館 由這裏二世古駕駕駛 大概三個半至四個小時左右 在鹹館我們訂了這間酒店 叫做少鹹館屋 我們訂這間酒店 離開鹹館市中心 有少少距離 如果要駕車 大概都要駕駛10至15分鐘左右 我們會在鹹館這間酒店住三晚 我們選擇了一間日式的塔塔咪房間 我們今晚就住塔塔咪房間 咦 很有趣 我們沒試過看到 通常酒店會有咖啡和茶 這間也不例外 但是它竟然是有兩包小小的咖啡豆 放了一部機器 叫你自己忙才去喝 查看完之後 我們已經覺得很肚餓了 所以就在附近 趕快找到一間吃回轉壽司 叫做鹹太郎 剛才來到鹹館 試試鹹太郎的壽司 這樣看 第一個回合 訂單了幾碟來試試 如果好吃再叫 我們去吃回轉壽司 來不開都是吃鰻魚 拖鱸 三文魚 蝦 帶子 茶碗蒸 今天我們就試這個 鹹太郎的壽司 我們兩個人 其實就叫了九樣東西 買單要6220 我覺得它的價錢也挺貴 也不重要 但是它吃的壽司 說真的 如果以北海道來說 我覺得我不會推介 我覺得不太值得 因為老實說 我們之前在Sappuro 吃的筋塞 我和Russian吃了15碟 賣單是4000多日圓 它很好吃的 壽司 這個餡料是很厚身的 量量度 我對這間鹹太郎 令我最失望的是 就是 鰻魚壽司 真是完全不行 這個鰻魚壽司 賣上一點不行 吃下去 好像隔夜一樣 有些 所以我不推介 我們還會在鹹館住三晚 我們會介紹多些鹹館的風景明星 還有它的美食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千萬不要錯過 今天北海道的介紹 先和大家說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朋友 記得訂閱、讚好和留言 拜拜 請訂閱、訂閱、點擊、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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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按讚、施、按讚、按讚、連讚、按讚、按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